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刚刚一个周末 先是台湾的高雄发生了石化管道爆炸 紧接着大陆昆山出现了工厂的爆炸 而不到一天时间之前 昆明云南发生了大地震 而这期间伴随着致人于死地的在非洲出现的病毒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说要失控 基本上在非洲它认为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有两个医生在美国的到当地去进行支援的 那已经发生了 据说被感染了 运回了美国 唯一好一点的消息就是讲其中有一个略有好转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提到说 如果再加上新疆的这个砍杀事件的死人 他说今天的世界令人目不暇接 令人感慨万分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4 那这还没往上叠加那些掉下飞机的事情 对吧 它波及的是整个全球的状况 波及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爆发的事情都是直接对生命产生了威胁 或者造成生命的直接的死亡 那我在节目当中呢 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原来的看法 我们只是从历史过程中的看法 我说过2014是救赎的年代 救赎是恢复人们真正对神明的神佛的敬仰 重新在内心中树立人与神与佛与道之间的生命关系 重新树立 我说重新树立的意思 那可能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原来在和平时期或者说在过去的年代里 人们过多的站在自我贪婪自私的角度 去看待着生命的关系 包括个别的一些的宗教信仰者 在进入宗教中本身 都是出自于自己人的贪婪与自私的利 其实换个角度讲 那是对神明的亵渎 但他已经不认为那是一种亵渎了 与此同时呢 有朋友又贴了一个帖子 我个人还真没注意 说了一句话 他说查了一下 周永康是1942年出生 他说您算算 今年是马年 周永康的本命年 那紧接着另外一个丫头也出事了 郭美美 据说网上炒得非常的热 那我的形容挺简单的 中国的社会就是买肉的卖肉的 那肉价比较值钱 肉价也容易卖 但是卖法不同 有批发的 有零售的 有网购的 有支付宝的 还有什么余额宝的 反正什么样都有 但这件事情被国内媒体渲染的时候 就瞎掰了 瞎掰的程度给我的体会就是 上下完全脱节了 有钱的人 人有权的人 跟老百姓之间的想法完全是两码事儿的 BBC报道这么说的 中共官媒大爆郭美美涉嫌赌博被刑拘的内幕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郭美美玩不转了呢 一定是有问题了 原因是当初郭美美 因为郭美美把中国红十字会都给干掉了 但没有人能把它如何 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中非常邪门的事情 对吧 那二十多岁的一女孩就这么来了 穿衣服没穿衣服干什么无所谓 当她这么来的时候 那没有人敢碰她 这是个问题 就像当年的江泽民 在他能够出现的任何公共场合的时候 他的眼睛去看着像郭美美同样的 这样女孩的那种眼睛的时候 中共的体制面对他最高的领袖 就可以无可奈何 三四年前 当我把江泽民类比成蛤蟆的时候 很多人在嘲笑 今天你接受了 你想过吗 如果是蛤蟆当道 就像当年的风声演绎的狐狸 打击当道 概念是一样的 BBC讲中国各大媒体8月3号大幅度报道 郭美美的卖银赌博被包养细节 他要把这件事拿出来 一个没办法到今天所有媒体去批他 谁在中间起的作用 那个人就是这件事情的最终的最要命的东西 那个人可以指挥今天所有的媒体干掉这件事情 而同时在三年前又不去做这件事情 那是最关键 文章就把这件事情解释了 还提到三年前玄富时曝光的深圳商人王军 在七月下旬被拘捕了 然后讲郭美美和被刑拘的原因以及内幕 引述了他和王军 对损害中国红十字会声誉的悔恨与歉意 这都瞎扯了 这两个人我不相信这个深圳的王军 会有这么大的能力 可以干掉整个红十字会 他的能力一定来自于他背后的势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 我说这个十八大的结果呢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呢 是江泽民获胜本身是对习近平的侮辱 那过后的这一段时间里 他真正否定的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你看看对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本身 都如果暴露出什么内容的话 都是他的讯事 他没有大家商量的概念 没有的 那结果《争名》杂志也是周末的时候 星期日披露出一条消息 这么说的 否定三个代表 王沪宁被找谈话 反思四大错误 七月上旬 王岐山亲自找王沪宁谈话 要求其正视其问题的危害性 争取主动 不要自找压力的情况下 那王沪宁承认四点错误 第一 对家属 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放纵 第二 被亲属同事利用进行敛财 第三 向江泽民和胡锦涛原属下高官 泄密中共政治局内部机密 第四 个人作风 一而在 再而三的失足 我觉得这第四条挺压可的 一而在 再而三的失足 王沪宁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大家讲他是理论家也好 军师也好 怎么样都可以 他当年是江泽民的人 然后胡锦涛上来 他同样没下去 然后到了十八大 习近平上来 他进而进入了政治局 那今天 他拿出了他四个说法 三个表子的东西 是他出的主意 他这里讲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任何人的行为 一定是靠他的思想 那有些人是靠自己的想法 给别人出主意 但有想法的人 在理 如果说一而在 再而三生活上 老有作风问题 那就朝三暮四和 很愿意欣赏 抱着公共谈缘回家的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益 当一个人 为利益之手的时候 他丧失的 就是做人与人之间的信 在以利益为先导的时候 他里面一定蕴含着欺骗 和狡诈的这种做法 他丧失了做人的准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作为更大的背景呢 世界新闻网有篇报道 WHO世界卫生组织说 伊布拉失控 恐怕扩散全球 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警告 西非国家的伊布拉疫情 已经失控 那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 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 和经济损害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陈峰富珍说 这是伊布拉病毒出现 近4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爆发 在疫区 在边界的缺乏管制 人口自由流动的地区 病毒也显示出 能够渗透航空旅行而扩散 但他强调 只要增加资源 和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可以遏制疫情的扩大 一般大众受到传染的风险不高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他一定非常谨慎地发表这种意见 对吧 他措辞一定非常严谨 因为他意味着就是说 绝不能给社会带来过大的恐慌的可能 但必须严肃对的 从我们看到的现象 我个人的一个体会 如果像纽约 我们就举例子了 像纽约 香港 东京 伦敦 这种世界性的大都市 在这样的机场 空中交通枢纽 如果出现类似状况的话 一个人 两个人出现类似状况的话 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据说 现在有疫区的地方 航空被管制了 就说飞机不能再飞了 那等于就完全圈死在这里了 这就是人今天我们看到能够采取的方式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过去的几年里 有很多灾难片 讲述了基本是类似的故事 那到底今天会怎么样 人显得非常的无奈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